雷若为开局撞鬼怎么办 冷静应对方能百战百胜 哈喽大家好 我是友泰 这一期的话 意义就是给大家带来的是 机械式教学 那么这边的话 开局这个体会非常非常危险 那么立马生出一个儿子 这个儿子非常非常关键 我们生出来之后 我们人往 看到这个破轮 然后我们人往医院走啊 然后这边的话 发现个儿子蹲在大 然后结果破轮看到没有 我们破轮这边直接变形说明什么 他就想打我的娃娃 好那没有关系 这样的话我们首先 避免了第一波情况 我们会秒倒啊 我们这个那个点位非常非常垃圾 我们把娃娃卖掉之后 没有关系 注意 第二个娃娃千万不要着急卖 这边画杂技 然后赶紧走开 让我修机 哎对破轮来了没关系 摸一下电机 哦我来滚 这个时候我们注意啊 第二个娃娃千万不要着急卖 然后这边房子 然后跟他绕 就跟他绕这个桶 他可以学习一下 怎么去绕这个破轮 哎看出去绕回去 他出来回去 然后这个时候 这把开局说实话非常非常不好 其实都非常非常烂 那没有关系 我们这娃娃交使机 那么赶快走 变形赶快走 然后再进医院啊 准备再跟他绕 看他们绕一下 能绕 哎这边会是好能绕 那我们上医院啊 然后这边的话 单手距离不够怎么办 我们手里有飞轮 看到抬手 三二一 就丢夹子好飞轮 哇 丢得非常好啊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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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夹子丢得非常好啊 那么飞轮吃飞轮 又吃飞轮又吃夹 非常漂亮啊 那么看好这边的话 我们再绕回医院 我们我们出医院必死不疑 然后这个娃娃的 这娃娃一定要放的好 那么这边的话 看好 我这边的话 他这个滚 直接变形了 那么直接放娃娃 这个时候让他进行选择 一你要杀我的娃娃 二你要杀我的粉皮 然后变形 没关系看好 一定要跳下去 他在这边捏爆捏空了 就算没有捏空 我也一定要出医院 这个时候来跟大家分析一下 我们这一波的话 六鬼飞轮交失误了 然后我们的娃娃在医院 那么我人就要出去 千万不能人母双亡 千万不要人和妈妈一起死 不对人和娃娃一起死 然后这样的话 看到没有 我们二楼有残疾 然后我还能再修台电机 这一把的话 166的跟接近三台电机 我觉得电机够的 这边杂技残疾 然后我还要在外面修 电机就够的 然后这边的话 这把又很大一个问题 大家看好 修机修太慢了 游兵都快亮了 但是心理学家还没有亮 然后我们继续修机 然后我们边六鬼边修机 这边闪性还逼出来了 然后我们再就一波 这把我觉得电机是稳够的 因为我们16说实话 不是特别差 虽然说干扰了一下杂技眼 但是我是机器师 我的娃娃能够补 就等于说没有什么干扰 这边杂技眼都快亮了 结果心理学家 才刚刚亮了电机 这把很大一个问题 就是电机太慢了 而不是我六鬼的问题 所以的话这把 我觉得还是拿来做一个教学局 因为这把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那么这边看好我们这个二挂 我们挂完之后 然后我们娃娃一直修机 这边的话 你只要全程动娃娃修就行了 其实这边的话 到这边的话 其实感觉也可能差不多了 因为没有什么一个太大的六鬼空间了 我们一个机器师 能做的就只到这了 这边的话 傭兵的话 硬吃两个刺牢 震射牢 给我们扛刀 这时候没关系 我们尽可能多溜一会儿 然后吃夹子 这边吃夹没关系 傭兵可我们扛到 东亚娃修机 然后这时候躲到二阶 他这边的话 一阶长刺 滚我们下都没办法 都没看好飞轮 这里还有飞轮没关系 然后看他会变形 他可能知道我有飞轮 所以的话他不变形 他滚我两下 他们滚两下 没关系 看抬手 好抬手捏饱 飞轮 再进这个板子 直接盖 戳一刀 那么后面去 盖这个板子 然后这边没关系 吃夹子 那就完了 结果电机还是差 那炸机人第二台都亮了 够的玩第二台 让心理学家才60% 所以这把的话 光看这个时间点 完全是够的 因为我们有机器师 在局16够 然后电机娃娃 什么都在 其实就是太慢了 所以这把的话 就只能给平击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大体的速度 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好 喜欢我视频的话 可以帮我点赞哦 谢谢你们